通關後,不少香港人都北上消費 加上旅客訪港人次就不似預期 導致市道就死氣沉沉 政府就說要搞活夜經濟 但夜市都講了一排 好像都只聞樓梯響 不過似乎就有點眉目 我們收到的消息 政府暫定一連串的夜經濟活動 會命名做香港夜繽紛 下星期四就會在西九文化區舉行啟動禮 目前推動夜經濟工作 就交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和副司長王偉倫負責統籌 不過細節詳情 就要等到下星期才會公佈 消息就說活動是要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 提出具特色和創意的構思 為市面營造熱鬧的氣氛 吸引市民愛出感話 為何說了好像沒說